第三位資格賽的第一個提示 請看五秒 來吧 王詠慶 阿炎人 可是他相關的人數太多了 我直覺啦 答案是 以前當記者的時候 我在跑財經線 所以就對他有點任意 塑膠 大概起到 有可能 什麼邏輯啊 還數啊 我只想到他有錢而已 好 塑膠答對沒有 答案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太厲害了 來 楊寶珍 我們觀眾再請就位 楊寶珍同學 國立政治大學 氣管系歐語系的說法 雙學位 厲害 來看看他的題目 三分鐘 只有三分鐘 他要回答哪些題目 請已公布 看到你的題目分別有 德文禮語考 因為你是政大氣管 歐語系的 歐語系雙學士 賺錢這樣做 記者曾經跑過財經 科技線 教會科技化 因為是基督徒 愛揪人星座 你有研究星座 讚美野商人 你閱讀了一本 經歷讚美的能力 對 他也是基督教讀本嗎 名人也吃素 你就吃了兩年 髮型有偏好 偏中短髮 對 保真抹茶控 你就是 我們從哪邊開始 賺錢這樣做 賺錢這樣做 怎麼做 請治理 根據日本調查發現 在生活中 有什麼習慣的人 年薪會比較高 A 走路的速度快 B 早睡早起 C 有記帳習慣 A 走路的速度快 聽說你 為什麼不是有記帳習慣 我自己的觀察 就是一般走在路上的時候 有一些那種 就穿著西裝筆挺 然後看起來應該也是 是一個可能比較中高職位的人 我看他們好像平常走路都滿快 然後包含像有些大都市 像之前我有去過東京嘛 然後東京也是那邊就是 大城市它整個步調速度很快 很快很快 就覺得你走在地鐵的時候 感覺隨時都會被撞飛 那種感覺 對 所以我就自己觀察 感覺應該是走路速度快 請介紹 來 這是根據日本的調查啦 但是我們也可以發現 的確呢 在日本這種大都會的城市 大家走路的步調都很快 當然這也是一種高效率的表現 但是什麼樣的走路速度 算是快呢 像是一般最平凡的一些人 大家走路的時速 大概是2.4公里一小時 那如果你的走路速度 平均有到這個2.7公里的時速的話 通常他們算過這樣的年收入 約莫落在四五百萬日圓左右 那如果走路的速度 已經超過了三公里的時速的話 那它的這個年收入 可以達到一千萬日圓 第二題請選擇 教會科技化 教會科技化 請出題 請問下列哪個國家實行無超化 連教會奉獻也用行動支付 A芬蘭 B挪威 C瑞典 都是北歐國家喔 對 我很像聽過耶 前年的消息 那國應該是 對不對 18年的消息 我沒印一下 芬蘭 確定嗎 要走囉 好 芬蘭 這就猜了吧 對 你有猜沒猜其實還滿明顯的 都北歐 那為什麼不猜 我也不猜對一點 我覺得應該是A股 B 那為何最後選芬蘭 不知道 我就有直覺 直覺喔 芬蘭會用行動支付 來 請介紹 馬上就知道 馬上就知道 你 難逃命運的鎖獵 正確答案是瑞典 因為瑞典他們實行無超化 已經是行之有年了 所以基本上如果 一般有的遊客到瑞典去 會非常的不習慣 因為基本上他們都不收 現金跟紙鈔的 那麼因此其實在瑞典 其實他們的犯罪率 也會很低的一個原因 是因為搶匪到了這個銀行去 銀行也幾乎很少有現鈔 所以也搶不到什麼東西 因此他們的這個牧師 或者神父在外面 都其實都是用這樣子 一個行動支付的方式 因此你只要看到 教會的團體在外面勸募 有這個民眾經過的時候 拿著手機對著天旨就知道 上帝在上面 又收到一筆行動支付囉 所以即使他們 從開始實行行動支付之後 收到的這個教會的款項 是變得比過去更多的 好可惜喔 奇妙的是今天的趨勢吧 對 有三民眾 到底是怎麼樣 上方加油囉等一下 對啊 我們大家都只是想要快速離開那個 那後面就沒有行動力 是 不想當電燈泡真的 莫名其妙被送過堆 來進行下一回合這個賽 加上小鈴鐺 全民心動力 趕快來訂閱喔